HELLO, 大家好, 我們有以上時間, 今天繼續在我的藏堅國和大家分享攝影 我希望在這個位置就不會講器材, 通常都是講一些內心世界的事情 剛才講了一段關於這個攝影, 應該怎樣走下一步 接下來想跟大家講一下我的照片 我這裡除了很多書之外, 還有很多我自己拍的照片 剛剛在我的檯上找到我的舊照片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這批照片 這裡是一批我拍的照片 這些照片是我當時搞展覽的時候 一些大相的紙邊 即是一些相紙的空位 我覺得不要浪費它, 我就把展覽的影像 浪費了這些小照片 這些小照片當時在我展覽的開幕那天 我就免費送給這批展覽的朋友 攝影師送自己的作品其實比較少有的 因為作品的話真的不容易送給人的, 你要付錢買的 我這批照片當時也在現場拍賣的 但第一天開幕的時候 我有些選擇性的朋友 我送我這批照片給他 這些照片是我當時做巴黎人的展覽做的一批作品 其實都簽了名字 當然正式簽名用這些粗筆做就不太好 但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些光面字 只能用一些類似雙頭筆的簽名筆去簽 這段影片我其實想跟大家講一下曬照的問題 我記得在我菲林年代就不用問 攝影是必須曬照的 即是我們拍完照片 不在黑房曬照的話 就沒有東西看的 有些人只有底片 你沖了底片 你不能拔底片就這樣看的 必須曬照的 會曬照 首先曬照片的時候 我們會曬照片的照片 這張照片很細小 即是菲林五大張 類似SD卡那麼大 很細的 這個差不多1355大一點 1355沒有那麼大 再細一點 很細的 底片我們要用放大鏡去看 選對照片之後再放大鏡去曬照 但這些這麼細張的話 我記得這些叫做 在3R出來之前 我們有時候去一些沖曬公司 即是曬照片 曬的黑白照就是這個尺寸的 可能真的 又大過2R那些 又小過3R那些 這個很奇怪的開導 OK 我鼓勵現在的朋友是曬照的 問心一句 現在看片的朋友 其實你們有多少個有曬照 或者打印照片 留言告訴我 我知道 我很想知道你們 作為攝影愛好者 這麼喜歡拍照 你拍完的照片 是在電腦看 在手機看 在電視看 你有沒有把它打印出來 打印出來 其實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的 假如過去這些 其實照片只是在電腦螢幕裡看 你的螢幕是14寸 只是14寸 但當你曬照片 你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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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電視看 有52寸那麼大 但記住 你看電視的影像 你和它有距離感 你和它有距離感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有距離感 距離電視幾尺 對你而言 這張照片 就是一張遙遠的照片 但當你拿著一張照片 當然是這張太小 拿著一張大照片 在手的話 實際上有一張照片 然後你就慢慢閱讀 你那張照片 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我們這些太濕碎了 曬照片 這麼小的照片 一些大師 他八成十 這個是一個照片 的尺寸 例如 你看看紀錄片 你也知道 對於暴力蟲的 Blazon 或者Ansel Adams 對這班大師 其實都不是個個都是 八成十 只是照片 來的 他們在八成十 裏面做批註 怎樣再曬好些 這件事 他在收藏 八成十 然後在作品裏 他一定會放大一些 我建議各位朋友 真的麻煩你們 如果你希望你的攝影 有進步的話 開始嘗試打印照片的過程 當然 你要決定自己做一個 中生做一個攝影 發燒人 喜歡玩 沒所謂 你假如希望你的攝影 能夠提升 有進步的話 你應該邁向打印照片的階段 最好是自己 打印 你被人打印的話 你控制不了 你打印照片的階段 你嘗試 首先打印照片做八成十 然後在你的照片上 看真點 你的照片有些什麼 OK 在電腦是看不到的 在電腦看不到的 拿著一張實質的照片 你會看得很清楚 你自己的照片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在上高 看看如何改善 然後在Floesom 再收拾你的照片 你真正打印照片 你才完成一張作品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作品還未完成電腦 你永遠可以再改 再改 然後你記住 在電腦 你這個Mod A-Mod看是一個樣子 B-Mod看另一個樣子 你將它縮小 放上Facebook是第三個樣子 你傳給朋友的話 是無限的樣子 你一定要控制 你所有的照片 這就是你完成的照片 就是你打印出來 你確定這張照片是你的作品 你才會有照片 所以我建議所有喜歡攝影朋友 如果真的覺得自己 會走藝術那條路的話 打印照片是你必須經過的一步 當你一張照片完成了 在Photoshop收拾完 完成了 你確定你完成這張作品 你打印出來 當然你未必需要 把照片打印十六二十 你沒有那麼多位 起碼打八成十 你也需要 打八成十 在裡面記錄下一些資料 然後就記錄了你這張照片 是一張完成的作品 檔案什麼號碼在哪裡 起碼有這件事 然後我認為 所有你希望走藝術攝影的路的朋友 你終歸都要走上真正展覽的路 當然在網絡時代 在網絡時代 我看看有沒有人品 在網絡時代 我們很難要求每個朋友 都搞實質的展覽 但問題是 你作為一位 有份量的攝影師 你都希望自己 走向有份量 你都要走向真正有實質展覽 這條路 我不是跟大家開玩笑 你希望在攝影上 有所作為的話 你當然可以做網紅攝影師 可能有100萬人 但當你走過真正的實質展覽 你把你的照片真正打印出來 兩尺成三尺這麼大 在展覽廳上展覽出來 拿著spotlight射著它 那感覺是兩回事 你拿到的成就也是兩回事 所以我覺得是 可能是舊式人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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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你需要 作為一個攝影人 我給你的鼓勵 給你的終谷 建議 你也是 上次 拍照片 然後選了你的照片 選了你的照片出來 把照片都曬過8成10 做你的基本作品集 留下它 然後 當你覺得時間是成熟的話 繼續做你的真正展覽 給自己一個目標 每個攝影師都會給自己一個目標 做一個真正的展覽 真正展覽可以很貴 總之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你可以租一個文化中心 租一個展覽館去做 又或者 這個很貴的 又或者 你談到一些餐廳 某些酒廊給你一個位置 或者GCCAC之類 給你一個位置 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展覽 成本不用很貴 不要告訴我 曬照片很貴 如果你連曬照片都貴的話 真的不要玩攝影 攝影是一個燒銀子的活動 沒有辦法 不是說相機鏡頭 我不是說追求那些 我覺得可以用一些最簡單的相機 但曬照片都不能走 你一定要走這條路 OK 有關於攝影展覽的話 有機會我再跟大家講 怎樣做 OK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不要介意 你去理 OK 喜歡這段片 喜歡我講一些攝影以外 不是攝影以外 即是相機技術以外的 攝影話題的朋友 OK 留言告訴我 我知道你喜歡聽些什麼 最基本是給個讚 幫忙分享給你喜歡的視頻的朋友 另外 訂閱了還沒 還沒訂閱過朋友 請訂閱 按鐘仔符號 選全部 訂閱了 看看你有沒有選到全部 OK 這樣很重要 然後 畫面上有我的Facebook Fan Page 可以留言給我問視頻問題 OK 好嗎 到此為止 拜拜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